如果在歐洲的國家蘇陸法庭 他們的總統代算 頭一輪的投票 因為兩個好選人 沒有人拿到過半的票數 現在第二輪的結果出來了 是較少路線 這次的好選人選到 現在最擔心的 恐怕是影響到未來 歐盟跟北洋 他們支持歐克蘭的立場 只要今天要回到 現場的空氣 支持這些環境 歐洲國家蘇陸法庫 當地設立 基於總統代算 決算投票 因為三個頭幾輪 總統投票 請西方的反對派好選人 也是前往國部長 克爾蕭克 跟在島斯洛法庫 民主主義政府 支持的 親俄羅斯國會議長 佩拉格里尼 都沒有拿到過半的票數 所以第二次投票 給我改進關心 綜合發信者 跟路頭下的報道 到齊齊環境為止 超過99.66%的選票 已經開出選票 現時請西方的克爾蕭克 拿到46.73%的選票 在親俄羅斯的佩拉格里尼 代表率是得到 53.26% 確定性選 那次回克爾蕭克 也公開信任白選 以表現尊重選舉結果 就好對手信選 嚴公和批評 對手是在散步恐怖 請贏 我尊重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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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尊重選 嚴公 而尊重選 以這類型的 角度 是 更加 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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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後贏落 國會和總統代算 有可能會讓欧民跟白柚組織 自願歐克蘭的局勢出現變數 恭喜新聞台市長的朋友